一位特別的人物是曾經參與 東海大學陸思義教堂設計的建築師 陳其寬在五年前過世 而最近他的妻子 特別按照他的設計理念 成立了一個溫馨的空間 把陳其寬生前的手稿 模型 还有水墨畫都免費開放參觀 何許的陽光透近半圓窗 倒影映照在地板上 巧妙的合成一個圓 營造出虛實的氛圍 中國風的木製椅 竹簾 塑進的白牆 這些全是已故建築師陳其寬 時常運用到的設計元素 透過三十幾平大的空間 清楚呈現出陳其寬獨特的創作風格 他常常建築強調說 我們自然與建築 或者空間與自然 你看這個空間與自然都連結在一起 也是他的觀念 一九二一年出生於北京的陳其寬 是專業的建築師 也是位藝術家 家人透露 他最喜歡在創作時聽著西洋絕世樂 來激發靈感 而陳其寬最經典的創作 就是參與臺灣東海大學的校園規劃 設計陸思義教堂 當年他親手製作的模型 還完整保留著熱愛水墨畫的他 也把建築概念融入畫中 開創出獨有的特色 那他畫的作品很特別就是說 他每次都用很多的空間讓你去思考 他說不要給人家一眼看穿 馬上講清楚沒有 他說給他很多的空間去思考 你也可以這麼想 你也可以那麼想 陳其寬在二零零七年過世 陳家人不設紀念館 而是選擇開闢一個住家式的溫馨空間 來展示陳其寬一生重要的作品 除了畫作 模型 他創作半世紀以來的珍貴手稿資料 也透過動畫一一重現 希望能讓年輕的一代 認識陳其寬的創作 將他的美學思維 代代創成下去 西餐廳 蔣龍翔 泰寶島